以前我兒子都跟我說媽 我以後不結婚 我要娶妳 我好愛妳 那當我兒子簽到女朋友 帶女孩子回家 我媽打電話給我說 我跟你講 今天晚上家庭的那個會議 我說什麼會議 弟弟要帶女朋友回家 比試 口試 加面試 就這樣 我以前很愛我兒子 現在也很愛 問題他現在不愛我了 以前我兒子都跟我說媽 我以後不結婚 我要娶妳 我好愛妳 那就是 因為只有一個兒子 然後我兒子又非常的乖 可是妳知道 當我兒子簽到女朋友 帶女孩子回家 我媽打電話給我說 我跟你講 今天晚上家庭的那個會議 我說什麼會議 弟弟要帶女朋友回家 比試 口試 加面試 我女神經病 頭好病喔 那所以弟幾歲 我弟就是 大學 沒有 沒有 高中 他有先教一個 高中 對 然後因為我弟很乖 他就會講說 他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媽就是那種 愛妝大方的媽媽說 待會再給媽媽看啊 這樣 但我弟聽不出這句話 是有威脅性的 我弟就真的把他帶回來了 這樣 然後那女生身材又非常好 他胸部先進門耶 胸部先進門 你知道嗎 那個女生出現的時候 因為我媽就拉著 我跟我妹這樣坐在客廳 然後就等那個女生出現 搞得跟抓小三一樣 然後那個女生就這樣 胸部先出來說 我也是想說 弟弟真的是眼光 但他生理多久才出現 你爸就是你知道 他離得多久 就是他胸部跟頭離很遠 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這樣 他側邊是胸部 長得先進去 然後你爸還立刻泡了茶過來 讓你坐好 老王就很開心 老王很開心 我爸很開心 我爸很開心 我爸笑臉迎人 就說你坐這裡坐這樣 要去泡茶 我媽就一個碗娘臉孔 然後坐在那邊這樣 這樣子 你爸是怕你說 人家在吃飯 我爸很開心 那一陣子就是我弟回家的時候 我爸就會這樣 再看一下後面有沒有別人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沒別人 所以那個很快就分手嗎 後來就交往了一陣子 對 然後到我媽 分手的時候 你爸有沒有那個 鞭膽疊 沒有 誰叫你分手 誰叫你分手 沒有 就是我媽要 慢慢習慣這個過程 然後到我弟弟後來就是 就是也豁出去 就是都會帶女朋友回家家給我 就是就會給媽媽看 那後面還有那麼厲害的嗎 他幾個都蠻厲害的 所以你弟喜歡重口味的是不是 我弟也是人不可貌相 我弟看起來也是溫文如雅 是 真的是 所以每次先進你家 門人都不知道這會是什麼 因為 對 因為我就有一次 就跟我弟弟開玩笑 然後我就說弟弟你真的 哇 你真的神美 他說 我只要第一名 一 趙梅 第一名 他就是偏好那個 沒有 他就是 剛好喜歡的就是 剛好喜歡的 對 就是他的類型 那老王不是開心死了嗎 老王好高興 每天都好高興 他覺得他是一個 很優秀的兒子 哈哈哈哈